因為第一季假如說我們call過來的資料 call過來的資料它不是一個正規化日期 那我希望先把它正規化之後再call好了 那你思考的話可以把它分開來 你不一定要把程式全部都寫在一起 我是建議如果你功力還不夠的話 你可以把它分開寫 那最後如果你要串你再把它串在一起 OK 所以第一個我要思考 1、2、3月要怎麼正規化 其實這個道理很簡單 就是在前面加一個2020斜線 這個加1月斜線1 然後面的部分就是它的日 也就是前面是多一個年跟月的訊息 那2月的話就變成2020的2月1號 這個是2020的3月1號等等 那怎麼做呢 第一個 首先的話一樣我們在這邊增加一個SUB 叫做日期的正規化好了 OK 然後裡面當然邏輯很簡單 其實就是用串接就可以了 那怎麼做串接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 第一個的話我們可以for i 這個範圍我要處理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一樣用追蹤的 Range A1向下追蹤 那我要把這邊變動的話 我可以怎麼樣 這個是我要變動的 後面是串接完之後的結果丟過來 所以串接的東西只是在前面加什麼 加上2020的1月斜線1號 然後就把它原來的11串在後面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如果這樣串的話 2020先把它怎麼樣 它這個邏輯這樣 就是把這個數字 先幫我讀到這邊來 跟這個串在一起再寫回去 寫回去之後的話呢 看到結果就是2020的1月斜線1號 OK 那你會辦法存回去 有沒有 拿這個存回去 依次類推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1月份就可以全部OK了 可是問題 那我2月3月怎麼辦 再來的話呢 我就跑一個什麼 跑一個那個 這個工作表回圈就可以了 所以這邊的話 我把它恢復一下 這個它因為加了日期 其實你丟字串過來 它會自己幫你轉換成日期 這應該沒問題 然後把它格式 只是說它會格式 也會順便幫你把它改成日期 那你如果要把它恢復 你可能要先把它改回那個數字之後 才有辦法把它恢復 這樣1到31 可是問題來了 2月怎麼辦 2月的話呢 當然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地方 外面再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這個for回圈 這個for回圈的話 就哪一個工作表 for 不能用I了 那麼S S等於第幾個 第一個到第三個 假設我這邊的工作表範圍1到3 那我可以把這個call到這邊來之後 這邊按Tab 裡面要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 這邊的話我可以 1到3 那再來的話我就可以怎麼樣 不過可能在Sales跟這個Sales的前面 必須還要再加哪個sheet 如果你不想加sheet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我也還蠻常用的 你可以用sheet sheet 哪一個sheet 第S個sheet 加一個.slate就可以了 這個.slate什麼意思呢 我就切過去就好了嘛 有沒有 切過去就好了 切過去就好了 切過去的話有個好處 就是你Sales或Range前面就不用改了 這個也是一招 只是說它有一個缺點 它就會有切的感覺 如果假設你有很多工作人員 它會那個畫面會一直閃動 差別在這裡而已 OK 那我們用這個方法好了 這個也是一招 切到第幾個 比如說第一個就切到第一個 然後這邊就不用改了 然後再來的話 要改另外一個地方一定要改 2月 有沒有 3月 你不能用E嘛 所以怎麼辦 把這個S 把它怎麼樣 拿到這邊來 所以怎麼做呢 雙一號雙一號移到中間 endend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S就OK 串一個S 控格 這樣子 應該就大功告成了 然後最後的話 不要忘記怎麼樣 再把它切回第一個 切回去的話 就把這邊改的 序齒1.slate 應該可以看懂我的意思吧 OK 那試試看好了 應該這樣就可以完成 所以諮詢一下 1月 先讓它切過去 1月OK了 然後再來的話 2月 切到2月對不對 然後再把2月全部跑過一遍 2月OK了 然後再跑3月 3月OK了 最後呢 幫我怎樣 切回到1月了 OK 那我們看一下 理論上 2月沒問題 3月也沒問題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主要是 在做合併之前 可以喔 先做一個日期的正規化 OK 所以喔 那因為 為了說 不要讓這個 序齒每次 在儲存格或 範圍前面 放太多序齒 所以我在 這個地方呢 用了這個方法 哪一個 序點 slate 這一招其實 也可以試著 把它拿來使用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日期的正規化 一樣我把這個程式 一樣把它貼到那個 雲端上面 好了 這個地方喔 OK 畫面呢 再 還給各位 來 寫一下 所以正規化之後的話 我再把它合併過來 那合併過來之後的話 這樣就可以看到 每個日期的部分 就會是一個 標準的日期格式了 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將來 你們再寫入到 那個資料庫的話 那前面我們那個 資料庫的欄會形態 前面有用了一個 text是文字 還有integ是整數 那如果說你將來 需要寫入的話 是日期的話 那你可以用什麼 用叫 daytime d-a-t-e-t-i-m-e daytime這個 這個型態 那它寫入的話 就會把它當什麼 日期 時間的 這個格式 來儲存資料 所以你 假設啦 你們這個做完之後 也可以再把剛剛的 這個 寫入到 SS資料庫做一個 練習 就是再把 一到三月的資料 寫入到那個 這個資料庫 總共會有五個欄位 OK 試試看喔